大家好 今天讲讲这个武统 我为啥讲武统呢 因为台湾的那个 这个总统 现任总统这个蔡英文 他的副手 大选副手赖清德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开始要务实的工作了 为台独务实工作了 台独言论呢 现在被 已经报道出来了 那么我呀 是不是一直主张武统啊 所以咱们讲讲今天啊 这个武统的底层逻辑 首先表个态啊 这个赖清德呀 我之前说过啊 我们武统派和这个台湾的 深绿啊 像赖清德这些人呢 我们呢 是不是 别看表面上你死我活的 但是我们有个底层逻辑 台湾的这些深绿 只要他一独立 啊 我们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武统的了 这就是我们武统派和深绿的啊 里边的底层逻辑 那么现在啊 之前这个这个 很多人说啊 武统不好 台湾人都是好的啊 那现在呀 这个赖清德听不过去了 我们台湾人都不是好的 我们台湾人呢 是有深绿的 是有支持啊 包括总统 是支持什么 我们大部分台湾人嘛 是不是 肯定呢 你选总统的 大部分同意才能选上总统嘛 那你说台湾大部分呢 是支持台湾的啊 所以啊 那些天天骂我们武统的啊 抄抄这个抄抄那个的 可以闭嘴了啊 闭嘴了 赖清德替我 替我直接就扛起来了 武统大旗啊 多亏赖清德呀 这时候跳出来来一句 为我们武统派啊 把这个什么包袱给卸下来了啊 放心大胆的武统啊 大家可以放心了 我之前有说过吧 我们这个武统派啊 其实和深绿啊 有的想法都是一样啊 就是你啊 台独啊 还有台湾这些深绿啊 赶紧独立 赶紧独立啊 你别务实工作者了 你都务实工作多少年了 明天就独立 明天咱就独立 美国人不让你独立 你就骂美国祖宗八代 去美国大使馆抗议 对不对 这个美国这个那个不让你独立 是不是 干他美国的 平常不让台湾独立 你独立啊 第二天我就能揍你了 明白吧 第二天我就能揍你了 而且美国人呢 也想揍你啊 台湾能独立吗 台湾呢 是不是 美国不让台湾独立啊 我之前说过嘛 第二个底层逻辑 美国人呢 也不让台湾独立 因为台湾一独立啊 美国拴不住了 这张牌就算打出去了 打牌打牌 王牌留到最后嘛 你夸就把这旁边牌扬出去了 拿什么以后跟中国叫板呢 跟中国叫价啊 明白吧 所以美国也不会这么快的 把这帮牌打出去啊 那听完这两个底层逻辑 你就知道 这个赖清德 是不是 到底能不能务实工作 能不能独立啊 他已经喊了好像几十年了啊 一直也不独立 但是呢 台湾大部分人还支持独立 这就是很诡异的一种情况啊 所以我们这个大陆的这边武统的啊 支持武统的啊 盯着你呢 啊 你一定要完成你的想法 务实的台湾工作者 一定要务实的工作啊 我们大陆武统派监督着你的工作呢 你要不搞出这个这个独立啊 我们我们武统派跟你过不去啊 武统派 武统啊 很多人啊 以为说是喊打喊杀天天的 赖清德跳出来了 赖清德跳出来 把台湾的底牌 底裤周出来了 让你看清楚 台面上那些台湾人啊 执政的这些人 到底是不是像你讲的啊 天天就小学兴啊 最美的 最美的这个中国人 在台湾啊 中华文化在台湾啊 到底是不是这个这个样啊 天天跟台湾啊 你农我农啊 两岸一家亲 到底人家勒不勒 你们这些人啊 呃 台湾人的底牌啊 武统派早就已经把这个台湾底牌看清楚了 啊 我觉得没有武统派啊 没有说武统的这些人呢 台湾会非常猖獗啊 非常猖狂 台湾那边人呢 他们呢 呃 想用一个什么 信息不对等 他以为啊 你大陆人你不了解台湾 你不知道台湾 都得翻墙出来才知道台湾怎么怎么样 我告诉你台湾人啊 大陆人 早就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啊 我去台湾 我不去台湾 我都能知道你们台湾人想什么 因为从逻辑上一推 你们这个情况都出来了啊 美国先不让你投独立 对不对 你还得要独立 你得做给美国看呢 你要独立 反方向就是 不要统一吗 那美国对你就放心了 是不是这个底层逻辑 我告诉你了吧 他们得喊得特别大声 但是呢 不突破美国的底线 你不能真独立啊 你什么独立 得我美国人说 让你什么是独立 你什么是独立 你又不能统一 你要统一了 美国人也不干 所以台湾老百姓啊 就被这些啊 美国人操控着 被台湾的舆论操控着 每天还说大陆人被洗脑啊 大陆人是愚民啊 猪啊 你这么反向 你再一看 那些台湾人啊 天天看那些 那些低智商 低逻辑推理的这些节目啊 反而被这些啊 政治家给玩弄了 谁才是猪啊 啊 天天还洗脑 洗脑完了 进行什么 浓化教育吗 天天喊着要独立 结果美国给他摁下来 底线还不突破 好不容易整个公投 还不投了 这是美国人压下来的吗 所以啊 台湾人才被啊 还被个外国人 玩弄于鼓掌啊 像一头猪一样 每天小学性 那猪不就小学性吗 猪最喜欢小学性啊 啊 反正没宰你 没宰你之前的小学性吗 有吃有喝 小学性吗 哎呀 愚民政策 台湾人才是最大的愚民呢 因为啊 他跟世界没有竞争啊 他就忍个小学性就行了 他不会跟美国产生 国际上的大国之间的利益竞争 明白他也参与不了啊 他就当个打手 玩个小学性 就跟那个猪圈里养的猪一样 小学性吗 现在你也听懂了底层逻辑 到底台湾人和大陆人 谁才是啊 被愚民的那个愚民 谁才是猪 美国已经把台湾玩了几十年了啊 美国人说爱台湾 到现在也不跟台湾建交啊 天天让你跟这个 让你跟这个断交 跟那个断交 跟这个建交 跟那个建交 美国呀 就不跟你建交 是不是愚弄你呢 是不是愚弄你啊 然后台湾人那些节目呢 愚民政策那些节目 天天口炮台独 天天还说大陆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就不敢提美国 那美国爱你 怎么不跟你建交呢 我就想问问 不可支持台湾了吗 可支持你独立的吗 第一不跟你建交 第二不让你独立 你看看这底层逻辑 是不是哑口无言了 是不是 我再推一个啊 为什么赖清德这个时候说出来 我觉得啊 离武统的时间也快了 美国啊 他台湾人的爸爸 已经开始准备 准备要打出台湾牌了吗 所以后续2020年啊 确实是个关键时刻 美国很可能啊 就支持这些台独工作者 真正干一些务实的台独工作了 那么像赖清德呀 蔡英文肯定有消息得到了 从美国那边 或者有一些啊 美国人的默许 我可以啊 让你台湾独立 就把台湾这张牌打出去了吗 颠巴虎 明白吧 在台海这块颠巴虎 然后自己撤它圆圆的 让你两边打啊 不出意外啊 我觉得2020确实啊 越来越近了 那么台湾人的选择啊 我觉得呢 被愚民呢 像猪一样养了小缺性以后啊 这些人 有些人会干些傻事啊 干些傻事 嗯 我觉得不出意外 肯定啊 他们要干些傻事啊 那最后的结果啊 就是像金财荣讲的嘛 几十万的肉往那一放啊 想阻挡着 以为嘴里骂着这个国家主席 是不是像当年骂普京 那个乌克兰的帮军队骂普京 你可以骂普京 但是普京制定的国家政策啊 连美国都不能阻挡啊 你这些小士兵啊 你们只能啊 成为历史垃圾队里的一员 变成就是 欧啊 要包地了吗 是不是 从你尸体上踏过去了 最后也就你啊 自己家里人寄点寄点 你就拉倒了 乌克兰那些死去的那些士兵啊 当年也是觉得 我们是正义的 但是在国际大形势面前啊 你的正义毫无价值 人家俄国还是该夺回克里米亚 夺回克里米亚 在国际上运作一番 这个事也就忘记了 还是啊 你一定要看清这个世界的大事 还有世界的底层逻辑 不是由这些小国决定的 你千万记住 国际啊 国际上的事是由大国利益交换决定的 你想俄国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实力了 他都可以夺回克里米亚 在全世界是不是 玩了一出什么啊 收回克里米亚的大戏 是不是 把乌克兰也玩弄于鼓掌 北约纳他都没办法 那你说中国呢 我觉得到时候武统的时候啊 台湾会有一些傻瓜啊 高喊着啊 台湾自由民主 习近平叉叉叉 然后打 打空自己最后一缩的子弹 最后这弹夹子弹打出去 然后就像堵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 那些乌克兰军队一样 被啊 消灭 让你投降 也不投降吧 高唱着这中华民国那个鼓掌歌 或者是什么台独 港独的这些歌曲 然后啊 就就地正伐了 为了对于他们的死啊 是不是 也是很忠贞的嘛 就是最后敬一下礼吧 敬个礼 敬个礼啊 证明一下你很勇敢 其他的 就交给历史去评判了 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最高军力给你埋葬 我觉得台独的下场可能就是那些下场啊 可以去看我那个频道啊 叫萨萨空降兵啊 那个第一个视频 顿杰斯克机场 那里边有啊 就是当时的啊 国际形势 是不是 五年以前的国际形势 现在呀 情况更复杂了 嗯 武统啊 慢慢也到来了 哎呀 很有意思啊 台湾人喜欢什么 这个台独的务实工作 嗯 美国又阻挡他 阻挡他的务实工作 那台湾人呢 对美国又没有任何怨言 把所有怨气出在大陆这 最后呢 跟大陆啊 就像当年乌克兰军队一样 是不是 跟俄军 还是志愿军呢 还不是正规军呢 啊 志愿军 跟人家志愿军那些人啊 拼的你死我活 被消灭了 嗯 历史也不会记住他们任何 任何人 只能是记住啊 他们是勇敢的人 其他就再没有其他了 因为这国家呀 发展国家政策 是什么 体系的对抗 是地缘政治的对抗 你一个个人也好 你一个团体也好 甚至你一个台湾总统也好 整个台湾岛也好 是阻挡不了两个超级大国 正面对撞的 你最后只能接受的 就是你被洗礼啊 被国际的 能用的所有办法洗礼一遍 洗礼完了洗干净了 刷下来剩下的一些东西啊 那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不顺应历史潮流的 最后就被埋葬在历史垃圾堆了 就是over your body了嘛 还是看了很多历史啊 世界大事啊 大国之间啊 大国之间的利益交换也好 利益对抗 总是会有一些啊 炮灰吧 我觉得是个炮灰啊 没有看清这个世界历史大事的人啊 我觉得台湾人如果看这视频呢 应该仔细你想一想啊 那些躲在美国天天让你们独立的人 他也不抄抄给你们建国 也不抄抄啊 是不是台湾啊 应该什么 真正独立 是不是 旧口炮 打起来以后 他又第一个跑到美国 也不会在台湾呆着 台湾人还有一些傻瓜啊 还在信这些话啊 国际上是讲实力的啊 你要独立 可以 独立完以后 你的承担的后果 那就是两国交战 那就是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问题了 是不是 你占着我中国的领土 台湾岛 我当年死了2000万人 二战胜利换回了的岛 被你们又夺走 那我们正式开战 我们大陆人 为我们死去2000万祖先 生命换回来的岛 为他可以流血 你台湾人呢 如果想 也可以为了你们的理想流血 最后看谁的人多 谁能力大 谁武器先进 就比这个了 我支持你们啊 你们理想很冲高 把你们埋葬的时候啊 我们会用最高的军力啊 所以啊 大胆的做啊 一定要务实的工作 呃 武统派啊 现在 现在看来啊 中国缺少都是武统派 最不缺的是那些什么 打擦边球 说说风凉话 是不是 天天跟你说 呀不能杀人呐 不能跟那个台湾 同胞啊 做对啊 这些人看清楚没有 他们也不敢说赖清德 任何事情 也不敢说台湾 现在已经进入台独的实质阶段了 人自己讲的吗 务实的工作者吗 他们也不来出来说 明白吧 因为他们知道啊 底层逻辑吧 他跟你说啊 就是打他自己的脸 他不会提赖清德的 只有我们这些武统啊 说武统的人才说赖清德 哎呀 我一会儿啊 是不是 这么一会儿 跟我说了很多底层逻辑 这个世界有很多谎言啊 但是你看我频道 我跟你说清楚 这些底层逻辑里后 顺着一缕 世界都清楚的很了 到底谁在说谎 谁啊 真想独立 谁又不想独立 嗯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嗯 国内啊 也有一些假的嘴炮啊 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啊 说你们崇尚暴力 不能武统 不支持武统 是不是 然后又吵吵 哎呀 除非他们独立了 他们独立了 我是支持武统的 底层逻辑不还是吗 天都说不支持武统 但是啊 只要台湾独立了 我就支持武统 最后的结果还是他支持武统 只是啊 这个羞扫的脸 不敢把这个什么 面具摘下来 像这种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离他们远远的啊 这些人是戴着面具在活着的啊 那个羞扫的面具后面呢 是他真正的可憎的面目 听懂这个底层逻辑没有 互联网啊 有很多假话 伪君子啊 但是你看我武统 看我萨萨这个频道 底层逻辑 你才能真正啊 看清互联网上这些人的丑态 啊 还是吧 收个尾巴 赖清德啊 我们大陆武统派啊 支持你搞务实的台独工作 你呀 搞完了务实的台独工作 一定要搞出成果 搞出独立啊 你要不独立 你就对不起台湾人民 也对不起我们大陆的武统派啊 你呀 独立完了 我们就有 有理由宣战了吗 大陆所有的啊 戴着一些假面具 修灶的那些啊 支持中华民国那些人呢 他也会把面具摘下来的 啊 这些人也 不能再戴面具了吗 因为有赖清德的存在吗 啊 有有台独工作 务实工作者的存在吗 这些人的面具是不是也戴不上了 所以我武统派啊 非常支持赖清德啊 你是好样的啊 咱们呢 战场上见啊 你独立的第二天 咱们就战场上见 我觉得 大陆的解放军 军方啊 志愿军也好 解放军也好 早就已经制定了多少 多少遍了 那个武统台湾的计划 武统台湾的方案啊 咱们第二天啊 就可以真正实现 统一台湾了